今年是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 国防部为了纪念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规划了系列教育宣传活动 而在年度一开始推出深受国人喜爱 并且最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 就是勇士国婚纪念阅历 没有错 这份充满教育意义的阅历 收录了69幅珍贵的照片 128则的重大事件与战役记录 为了让观众朋友们进一步了解 抗战历史以及国军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结合阅历的内容 特别规划制播了10集的系列专题节目 是的 第一集的节目将带领大家 回到抗战爆发前的国际环境与氛围 透过学者专家的介绍 了解战争的背景与过程 同时也看看国军整军金武 蓄积国力所做的努力 对啊 今天我们将循着照片 以及历史记录的轨迹 从马关条约918事件 128松户事变 以及抗日事件的内容 了解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事实 今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 为缅怀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圣战 国防部制作了勇士国魂纪念阅历 收录从民国20年918事变开始 到34年9月南京受降为止的14年期间 69幅照片 128则重大事件及战役记录 国军均忍不拔的智杰与牺牲奉献的伟大秦操耀然止上 因为今年是抗日胜利70周年 所以国防部呢 既去年又制作了一份这个阅历 那么去年的这个阅历呢 是因为要庆祝国军建军90周年 那么所以呢 在整个的这个阅历的这个设计上面呢 是以不同的这个月份所发生的不同的事件 然后来作为一个选取的题材 那么跟今年这个情况呢不一样 那么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那么我们是按照抗战的一个时序 然后呢分别按分别照我们在1月份所提出来的 包括抗战前期还有战略手势持久抗战 然后就是同盟作战跟反攻 以及最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几个不同的段落 然后呢来做这个区分 原则上大概就是以每两个月作为一个主轴 然后这样子一次退演到12月 就是抗战胜利台湾光复 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安排 我觉得这个阅历的发行 基本上就是把很多的 以前我们很难得看到的照片 能够把它整个公布出来 因为以前就是说大概在20 30年前 包括像大陆的档案馆 包括像美国他们的很多早期的收藏 基本上我们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那现在这样的阅历的一个发行 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以前我们说真正战争的情况 甚至是当年国军的一些装备 那这些东西其实等于就是更进一步的 可以肯定国军抗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以及这样的一个功劳 中日甲午战争 蜻蜓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 台湾及澎湖群岛 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从此开始台湾的日据时期 民国成立后 日本对华的野心从未停止 先是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对华21条要求 阻止国民革命军北发而制造了五三残案 其后更燃止东北及华东 发动918、128等事变 成立了魏满洲国 此举激起了中华民族存亡绝蓄的抗敌意志 终于导致抗战全面爆发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时 前清台湾巡抚唐景松与秋冯甲 成立了台湾民主国 中法战争名将刘永福 也起兵抵抗日本登陆 此抵抗战争发生于乙卫年 故被称为乙卫战争 此战役最后以日军的占领台湾而结束 乙卫战争是发生在台湾土地上 战斗地域最广 时间最长 参与人数最多 死伤严重 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当时几乎是全民参与 显示出台湾民众的抗战决心 而以为战争后 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事件 依然是层出不穷 像是新竹北浦事件 焦巴年事件等 为了获取台湾的资源 日本对台湾加强生产与交通建设 在政治上限制台湾民众的参与 于教育上却宣扬皇民化思想 加强思想上的控制 并服以言行俊法控制台湾民众反抗 压迫的对象不分平地或是原住民 因此导致民国十九年爆发武力反抗殖民压迫最为激烈的误涉事件 政治方面 蒋渭水为反抗日本的殖民式统治 不断进行非武装的政治抗争 为争取台湾民众的权益牺牲奉献 今年我们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但是今年同样的也是 马关条约定立120周年 也就是所谓的台湾叫做以为抗日 又以为年 那一年正好是以为年 那么割让了台湾 那么台湾同胞群起抗日 那么所以正好也就是以为抗日的120周年 那么所以我们在整个的阅历的设计上面 我们除了抗日战争的胜利70周年作为主轴之外 我们也把台湾光复作为一个重要的铺陈的对象 那么在台湾光复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要从以为抗日讲起 所以我们在文字的程序上面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什么图像资料 所以我们在文字的程序上面 我们包括了新竹的北浦事件 那么焦巴年事件 乃至于我想各位观众最熟悉的就是物色事件 也就是后来拍成电影的赛德克巴莱 那么这些事件我们是做了一个用文字上面 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铺陈 那么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在抗日战争期间 那么在中国大陆从事对日抗战的一些台湾的制式 包括台湾义勇队还有广东的东江服务队等等 这些我们在文字叙述上面 我们都做了一些呈现 台湾是日本第一块殖民地 也就是说在整个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一个扩张的过程里头 台湾算是它最早的战利品 那当然日本的心态毕竟还是殖民 所以一方面当然它可能在台湾投资 在台湾做开发 然后也建了铁路 甚至也做了一些现代化的措施 可是对日本来讲 它的基本的心态还是 它要把一只母鸡养大 然后它将来是要从这只母鸡把鸡蛋拿走的 当台湾民主国在台北这边的抵抗行动结束以后 事实上日本还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才把剩下来的一些所谓的反抗的一个力量 把它逐渐的逐渐的消除 而且即使是有形的抵抗消除了 那无形的一些包括士绅在文化上面 在我们说思想上面的一个抵制 其实还是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一般来说对日抗战 自民国二十六年开始到三十四年结束 这八年可称是全面抗战 也是大家所说的八年抗战 在此八年的前面四年为国民政府独自对日抗战 后面四年则有美英等盟友的加入与协助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一员 但这之前的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起 到全面抗战的这六年中 就已经爆发许多事件及战役 如一二八松户事变 长城抗战 虽远抗战等 其实国军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前 就已经开始进行激烈抵抗 这就是近年也出现的对日抗战十四年的说法 民国成立后政局动荡 虽然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全国 然而内忧外患的问题未减 内忧是中国共产党依然在全国各地 推展共产主义 发动革命企图推翻政府 外患是日本军阀谋我日籍 企图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日本军阀先于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 阻扰我国民革命军北伐 制造了近南惨案 近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 经过山东近南城时 日本方面借口日本侨民遭到抢劫屠杀 因而出动军队展开报复 造成中国军民伤亡 我占地政务交涉原蔡公石 遭到日军虐杀 日军并于五月十一日攻占济南 直至民国十八年三月 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计案协定之后 日军才退出济南 民国二十年发动九一发事变 夺取我国东北 九月十八日日军与中国军队炸毁 日本修竹的南满铁入围借口和占领沈阳 随后更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 因此九月十八日被视为国耻日 日本在民国二十一年元月 又制造一二八松户事变 一二八松户事变是日本自导自演 蓄意制造冲突 推动其侵华步骤 虽然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陆军 曾经进行抵抗 但国民政府秉持安内攘外的政策 对中共红军进行围剿为军事首要 故对日本军阀步步进逼一再容忍 一二八事变发生的地点上海 是列强在华的重要据点 最后在英 美 法 裔各国的调停之下 中日与上海展开了停战谈判 有关一二八事变 事实上它有一点点意外的成分在里头 也就是说当时上海市政府 其实是有一套抵抗的准备 抵抗的一个计划 那可是另一方面呢 当然我们也一直跟日本方面 不断地在商量斡旋 希望说能够和平解决 所以呢一直到一月二十八号之前的两天 事实上当时我们说南京方面已经同意 要把在上海的驻军四九路军给撤退了 当然是有这样的决定 当时的着眼点当然是希望说 事情能够和平解决 不要伤了上海的那个 我们说繁荣啊 上海的那个元气啊 可是没有想到呢 日本它自己也管不住它自己的陆战队 这是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在上海的陆战队 当然也是有样学样 看到人家在东北搞九一八 立了功劳 那他们也很想在上海 就是不劳而获嘛 基本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到了一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意外的就是等到国军开始撤退了 反而日本的陆战队就开始行动了 所以呢到最后呢 上海的驻军也就 也就把原本的那个撤退的命令就放弃了 就开始开始抵抗了 在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国统一之后 国民政府不断发展实验 创造出黄金十年 除了经济发展之外 在军事上也推展国防建设现代化 除了聘请外国的顾问 办理军官训练团提升军官素质 也采购当时新式的轻重武器 像是购买英国 德国的轻战车 装甲车 战防炮 以及各式的枪械 并且成立教导队 并接受德国的战术观念 于民国十八年扩充为教导团 民国十九年扩充为教导师 仿效德式的军事战术训练 当时由中央军校训练部队 迅速地编成教导第二师 也由德国顾问负责训练 之所以会聘请德国的原因 当然因为德国在当时 虽然是世界上的军事主要的国家 但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失败了之后 因为德国本身被限制 军事方面受到了限制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的军人 在本国没有办法发展 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就以不同的身份 就到国外去寻求新的天地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中国当时正要寻找合作 军事合作的一个对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不少优秀的德国的军官 那么就被介绍到中国来 然后进而就成为我们主要的 军事方面学习的一个对象 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必须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采用德国的主要是陆军 主要是陆军 所以各位在荧幕上面可以 在那照片上面可以看到 陆军基本上是德国的 可是包括海军跟空军 其实都有其他的国家 像空军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以美国为主 军队教导制度 是训练精良的重要因素 此致的优点在建立训练标准 落实部队训练 扩大训练成效 并由教导师负责训练 其他整训的部队 通常不担任一般的战备任务 抗战前最精锐的部队 有第八十七 八十八 三十六师 八十七 八十八师 由教导律与国民政府警卫律改编而成 并由两师编鱼部队成立了第三十六师 虽然在抗战初期 这些新式部队只占全部国军的少数 大部分的部队不管是地方 甚至是中央军 还大多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水准的装备 甚至由大刀等冷兵器为主 并且穿戴布帽 脚穿布鞋 对于中国来讲 当时会使用大刀队 是一个很不得已的情况 因为那是一种最传统的武器 可是在我们 就当时来讲 其实我们缺乏所谓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图像上面有很多 我们有现代化的装备 包括机关枪 包括步枪这些 但是毕竟当时武器的生产 实际上还抵不过当时 所有的军队的人数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有一些军队 它仍然还是使用的 中国传统的武器 这个武器就是大刀队 这些近身的武器 往往可以发挥过去那种 所谓的兵器上面 所没有发挥的效果 不过就是靠着这些装备不一 新旧混杂的部队 不分中央地方 在抗战初期共同奋勇抵抗 做出重要的贡献 下一集我们将介绍 卢沟桥事件与卢山宣言 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讲中正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标示着全面抗战的开始 看完专题我们了解到 台湾在马关条约签订 割让日本之后 一直到光复的50年 点击